其實他們也很注重 跟子女之間的關係 因為星期六日 他們也會帶我們和他們的小朋友 一起去郊遊、去其他城市看 或去高原參觀很多不同的景點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你們是否很羨慕他 可以有人載他們上學 我在浦哥坐巴士上學 每天上學、放學都是搭巴士 大概半個小時車程 回到大學 雖然搭巴士有時好像有點麻煩 但在搭巴士的過程中 也學到很多浦文 例如聽習慣了別人的浦文 聽習慣了他們的口音 而且搭巴士很快 熟落了城市的位置和地點 因為他們當地人 也很常用的交通工作 對… 其實你去到浦國 澳門有很多葡式的建築 或者有些葡撻之類的食物 其實去到浦國是否也有這些建築物 以及有這個和我們那些很像的浦國餐食 對…我們最初去到 就有很多… 好像… 有浦國風格的建築物 最初去到我們就覺得… 這個那麼像議事庭前地 這個那麼像民政總署 覺得很特別、很有親切感 對… 但食物方面是否吃得慣 我們澳門人會吃米、吃飯 但他們會吃薯仔 他們有時會煮一大個薯仔 就當作我們吃飯 西方國家也是這樣 你去到澳洲也是這樣 澳洲也是這樣 因為我去過一個地方 是開恩之,是昆士蘭洲的 那個地方農作物很豐富 那些薯仔真的很好吃 很甜的薯仔 還有粟米也很好吃 我們也是以薯仔或粟米做主食 每一頓都做主食 阿楓應該對於… 例如也是吃中菜 沒甚麼特別 飯… 比較辣 菜比較鹹 對,北方食物會否很辣 味道很濃 挺的,但其實不怕很辣 因為讀得在外國人比較多 所以不太辣,不過是鹹 還有飯是斷兩計的 斷兩計,買的時候斷兩計 是一塊糕的味道 即是煮好了 你去買一些煮好的飯嗎 是 飯堂也是這樣 是 你們除了平日上課外 有參加甚麼當地的貨語活動 一些活動 在我們蒲國這個課程 每一個星期都會有一個放入活動 帶我們參觀一些教堂、郊野公園 我們也去了很多的… 蒲國也有幾個特別的世界遺產的教堂 我們也有去到拍照 跟澳門的教堂有否不同 澳門的教堂比較別致 可以這樣說 但澳門的教堂就很大監 你一進入教堂的門 便會負禮堂皇 豁然開朗 流力也很高 比較大監 對… 好像阿楓,你在北京讀語言文化課程 除了一些理論課之外 你也修讀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文化課 文化課是怎樣的 我們會上書法課、水墨畫課和武術課 印象最深的就是水墨畫 學會了水墨畫,其實很瀟灑、很瀟灑 為甚麼很瀟灑 對,我覺得真的很瀟灑 因為筆到底可以將一件物件的光暗 表現出來 將這支毛筆的… 可以說每一條毛都用完 你們有否覺得文化上有很大差異 例如你去澳洲 跟我們距離很遠 文化上會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穿鞋出門 因為我們那個城市 開陰之是旅遊城市 尤其最有名的就是陽光海灘 所以想起來也不奇怪 因為那個地方很乾淨 條街很乾淨 而且人們很喜歡去沙灘玩、去滑浪 而且我覺得澳洲人的性格很隨和 而且也不喜歡被拘捉 不拘小節 所以他們也很奔放 而且他們吃東西 有時即興時就會用手拿來吃 比較貼近大自然 對,因為我們的城市很漂亮 每星期都會去動物園 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們去看大寶礁 看到太平洋 真的,你用相機拍不出那個感覺 你有去到潛水嗎 是 你有去到潛水嗎 我有跟我有 但我不懂潛水 沒有潛水 那你覺得很可惜嗎 很可惜,但應該有機會 是,學會潛水 好像你們也會在當地帶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讓我們看看嗎 好,首先我先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們的監護人送給我們的 我的團有10個人 我們每人都有這本書一萬一萬一萬 裡面我們的監護人寫了一些紀念語句給我們 對,我當時去浮角就摔爛了一部相機 我的監護人很記得 因為當時他陪我製造一部相機 帶我去拿相機 所以他在這裡寫了一些語句 就說,下次小心點,用相機 叫我保重身體 都是一些溫馨的字 對… 你看完這本書沒有嗎 其實我也是看得到一本的 其實它是否精挑細選這本書給你 對…因為裡面根本書是說澳門的 就說一些遊客來到澳門 去哪些地方 裡面也會說到孖國廟、大衣服 這些景點 和阿楓呢 你選了一件衣服給你 我買了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是奧運,但他喜歡買的 這件衣服就是印了兩個澳運標誌 例如中國奧運,都是一件城市 當然要買一些東西給你留意一下 我就是在澳洲買的東西不多 但我買了一件挺特別的T-shirt 就是這件 這件T-shirt上面其實也有色彩 其實挺豐富 最特別的就是它每個圖案 都是一棵樹 而遊客也有寫著 希望我們每天可以種一棵樹 其實我在澳洲看到 其實他們在綠化方面做得很多 在整條街上都會看到很多樹 花花草草 澳洲人他們也很熱愛大自然 他們也會藉著一些生活用品 去宣傳你的信念 對,從很小的地方 他們也會表達你的信息 好,今次謝謝你們 感謝你們上來的節目 是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夠了 下一集再見 再見